今天又來試吃一些新的食物 今次吃的是持戶屋的系列 鴨婆薯片 兩種新味 肚腓雞翼和麻辣豬耳 三個肚腓雞翼 然後就是這個淡仔 之前都入作過 之前是出了兩種米線的味道 今次是出了小食 小食的味道 豬耳的話 我平時很少吃 我平時很喜歡 幾乎都不吃 不是很喜歡它的口感 不是很喜歡它的口感 反正雞翼我OK 雞翼我想應該最肚餓的時候 可以吃一百隻左右 所以先試一下麻辣豬耳 之後再吃雞翼 味道很重 辣味偏重 嗯 但是不太覺得有豬耳的味道 說實話豬耳有沒有味道 我真的沒什麼印象 我記得我是有吃過豬耳的 但是真的很久很久 之前吃過一次之後 不太喜歡之後 再沒有再吃了 但印象中 記得好像豬耳本身是沒有什麼味道 它是純粹是 有咬的口感 你看 都是看它放的醬 是什麼味道 對 吃上去是普通麻辣味薯扁 嘗嘗這個雞翼味 草肥雞翼 偏鹹 好像不太好吃 有雞肉的味道 但是 它這隻完全沒有辣味 對 完全沒有辣味 如果這隻加一點辣味 應該挺好吃 少少辣 不用太多 就少少 如果要我選擇的話 我會覺得 豬耳味比較好 我自己的口味 是比較偏向辣味 反而我覺得太鹹 鹹一點 慢慢 如果你喜歡吃鹹的話 可以買這隻 你吃得鹹的話 我會覺得鹹一點 今集就 你好老師 下次再有什麼新東西 到時再試吃 就是這樣 See you